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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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Benny 今天是6月11日 我现在在中央图标館 我来这里做什么? 我来这里也是打疫苗 香港来说,算是一个福地 就是我們香港人的針有齊在這裏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呢 就是我們香港人來說 每一個都打針的話 我們香港已經一早復常了 要打這個疫苗是很簡單的 在手機上上網就已經可以很快的 安排到去打針了 是很方便的 這個程序很方便的 就是入一些個人資料 就已經可以安排到去打疫苗了 有兩隻給你選擇 近來還可以抽獎 你不用付錢打針之餘 還可以抽獎 所以今集我就示範 打疫苗 看看跟著下去身體有什麼變化 如果我沒事的話 很多人都沒事 不用怕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進去打針 就在這裏 進去吧 完成了 整個過程是很流暢 基本上我進去 已經有很多的職員 很多的義工 已經會帶領我 會查證件 查我的SMS 整個過程是很流暢 有些義工 很多是義工 很感謝他們 有些什麼的疑問 他們都可以幫你解答到 可以幫你解答到 基本上打針的過程是很快的 跟著坐在裏面 就有30分鐘 讓你休息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這樣 所以基本上 暫時來說沒有不舒服 一些事都沒有 打針也不是很痛 OK 如果打針也怕 真是怎麼做香港人 對不對 所以現在基本上 暫時沒有什麼不良反應 還有一張針卡 有針卡 基本上我可以 用我的安心出行 可以更新我的針卡 今次我又打科興 因為科興的副狀比較少 又這樣說 因為身體越健康的人 你的副作用應該是越大的 因為你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料到的 可能身體就沒有那麼強壯 所以有好有不好 OK 現在就回家 休息一下 看看 接下來是怎樣 我現在看到一隻 amazefeet amazefeet 的肌肉 是很客觀的 看看我打針的情況 是怎樣的 基本上 今早到九點鐘 我今早到九點鐘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心跳的速率 的beat perception 其實是非常之正常的 都是八十幾九十 知道明白嗎 一點都不怕 就是第二天的早上九點鐘 足足過了二十四小時 看看針孔 看看怎麼辦 針孔在這裡 現在可以撕掉膠布 針孔在這裡 它不痛 只不過是有少少的 怎麼說 尺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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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打完針孔 就會派發一張針卡 給你 這張針卡 就會記錄下 你打了什麼針 然後什麼時候打 在哪裡打 還有一個二維碼 二維碼 可以在安心出行 撕一撕 到時候就不用 每次帶這張紙外出 麻煩 這張紙 我也會交給HR 證明我打針 另外它也有一本 小冊子 就說明 你打完針之後 會有什麼可能的副狀 十分常見 會有頭痛 很累 很常見的就是 會有肌肉痛 吐心 這些症狀 希望大家都不會遇到 如果以我自己來說 就完全沒有副作用 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 根據護士的建議 打完針三天之內 都不要做劇力運動 所以很乖 在家裡好好休息 不要吃肥膩 都跟足了 其實我打完針之後 我沒有任何副作用 沒有說疲 沒有說頭痛 沒有發燒 只是針口有一點尺尺的 其實都不痛 正經事是不痛的 這三天來說 我打第一針 完全沒有任何副作用 OK 也很好睡 今天是第三天 終於可以做運動 去打籃球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好像體力還好 還沒有了 自從我在留言板上 在6月11日 我post了一張照片 我自己去打了疫苗 哇 馬上很踴躍 有些網友 平常沒見過很多留言 大家都很關心我 我不是要銷售大家去打疫苗 而是這條片 我最主要就是想帶出我這個心路歷程 因為我們現在來說 因為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們現在終於有武器 可以去對付這隻惡菌 這隻惡的病毒 我們應該去做點事 我覺得這是第一 我要做 而且我覺得遲早還是要打 不如趁沒有那麼多人 打了它才會比較好 不用之後要排隊 因為你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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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慢慢去打 那你就排隊 也都是要對自己家人負責 有時候我自己要上班 上班不多不少 要去公共場所 風險會比較大 家裏有數 有老人街 也不想帶出病菌給他 我選一個比較舊式的一個技術 就是科興 科興來說它是一個滅活的疫苗 那什麼叫滅活呢 就是它一些死了的病毒 它將死了的病毒放在你身體裡面 讓你的身體裡面 可以感受到 是啦 這個是病毒來的 那大家會重新一次 大家會產生一些抗體出來 那所以呢 這個舊式是比較安全的 你想到是比較安全一些 那希望呢 那個副狀少些 我很怕呢 打完針後會有些頭暈生氣 要上班的 基本上呢 是很愉快的 三人 現在又出來做運動了 好像更厲害了些 但是大家的安全 都是先精訊了 醫務人員的意見 做了身體檢查 才去決定打不打針 那又安全一些 好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麻煩給個讚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麻煩給個讚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然後會看到更多有趣的影片給大家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